小子三集的演示会说特别的意义 哇 那很大的意义啊 会说还剩下什么 人烧过的我 只欲下沉默 慢慢消化寂寞 我在在拍海报的时候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就给那个 给龚俊听了一下 哎不错 我说你啊 在北京的时候要过来看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对我要去张老师 那天不是我工作 不是我吗 不是送了花吗 我还发给你了的好不好 然后还有圈内的其他的 比如说最近是 龚俊有合作的一部戏 对对对 六 让他帮你安利哥 宣传你的新专集 我又想叫他来 我的手上会现场 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 他还没告诉我 不如现场喊个话吧 对 收着就来了 他不来就有点尴尬 哈哈哈 他说他要给我送这个花了 不来便成了牢笼 随便找个借口 顺利成长的完美理由 吴老师不是 吴老师曾经就是 在我们来说 说了要给我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他一直听我讲 他说他要帮我写歌 然后你来 你正式一点对这八号机 正式向他喊话 我终于你说 要帮我写歌 我写歌 我写歌 现在不邀请那么多 十八号记得来 一共间我的手上会现场 就够了 我可以写你敢唱吗 我可以啊 只要是你写的 是一首完整的歌 我就敢唱了 好好好 未来以后再说吧 好 好我们期待一下 然后呢 下面这首歌 就是 只有在现场 才能听到的 就是 还没有来得及 还没有来得及发 这个现场 现场给大家听 你不在乎 我能不能去解说 彻底歌 也不在乎 陈默的爱 变成了牢笼 嘴边找个借口 先 再看一下 谢谢 谢谢 这首歌 你无视间障 找出口 渐进冰冷的温柔 对你的困惑 越来越复够 扶去到窥空洞 我终于解脱 拥有过 这才不见退缩 就只好多 有有有有 有的走出来了 我已经出去 游玩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 一定要就是演完一个戏 要让自己放松这样 跳脱那个角色 这样才可以 更好地进入到 下个角色的 对你的宽容 越来越不够 索取到快空洞 我终于解脱 拥有过 这才不见退缩 中正后的我 接受选择 写下枷锁 中正后的我 接受选择 写下枷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